达克比 欢迎 我们早上欢迎 达克比 小朋友最喜欢的动物警探达克比 7月13 礼拜六 在台中科博馆开了一场热闹的粉丝见面会 达克比这次来到台中科博馆 除了要与中部的粉丝大小朋友见面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今年暑假达克比与台中科博馆合作的即张活动 这一次呢我们跟妻子天下合作的这个 达克比来科博馆出任务 我们没有再发紫本的学习单 我们是请大家呢拿出手机来扫QMAR Code 然后在这个手机上面来作答 我们总共有15个题目 那其中只要答对10个题目呢 就能够获得实体的贴纸 喜欢达克比吗? 喜欢 多喜欢? 非常喜欢 那你今天从哪里来的? 台北 你从台北来的? 从新竹来的 你从新竹来的? 很早啊六点六五点就起来了 那你知道这里之后会有一个达克比的剪谜活动吗? 我刚在表演前已经讲到四个了 已经讲到四个了 真的喔? 真的 那你的目标是集满15个吗? 对啊 你们今天从哪里来的? 台北 台北 哇 那你们原本就是达克比的粉丝吗? 是 所以你们每集的故事都有看? 家里全集都有 全集都有 那你们知道今年起 就要在这个科普团里面有一个达克比的剪谱 有什么玩的? 真的玩的玩玩的 你去玩玩的? 对 我们都有去掌描那个 那你们找到几个了? 呃 植物园没有找钱 植物园两个没有找 所以13个都找了 那好玩吗? 好玩 达克比 我有去那个书展看到 你有去书展看到 所以你是从哪里来到台中的? 我家里就在台中 你家里在台中 所以你有特地去书展找达克比是吗? 对 所以你很喜欢达克比 对 亲子天下出版的达克比最新系列 达克比出任务 谁是偷弹贼 科学博物馆的恐龙大调查 内容将带着小朋友前进科学博物馆 不仅可以认识各式各样的恐龙种类与知识 还可以详细了解博物馆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在做些什么 而阅读和学习 当然不能只是局限于纸本 今年暑假 达克比便邀请小朋友一同化身警探 前进科博物馆办案解谜去 为了让小朋友更能够将达克比与现场的展品和环境做连结 这次亲子天下和科博物馆还连妹将达克比变装成15个不同造型的可爱模样 除了可爱与吸睛之外 更期待孩子可以透过图像联想记忆 未来想到可爱的达克比就想到当时在答题解谜时获得的知识 那这15个变装达克比呢都各有各的特色 我呢小小的剧透几个给大家知道 大家都知道呢在我们的这个人类文化厅的一楼呢 有一个中国医药厅那里面呢有一个经络同仁 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把达克比呢变装成那个同仁 它变成是全身是古同色的 然后呢肚子胖胖的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另外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在我们科博物馆呢 一进来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的古灵齿象 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个大象呢抱着这个达克比 这也是非常可爱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这样子一个15题的活动呢 让大家好好的去探索科博物馆一些 你平常不会去特别关注的一些地方 然后到那个地方呢可以发现很多 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科博物馆 今年暑假准备好和达克比在台中科博物馆 进行一场好玩又有趣的知识祥宴了吗 快拿出手机扫描QR Code回答题目 和孩子一起找出所有的达克比完成任务吧 静子天下社群中心 廖杰林丘温贤在台中的采访报导